歡迎收看堅良店 我是新娘 今年的施政報告 將會在10月25日發表 在過去的兩個星期 特首李家超馬不停提感 舉行了兩場地區諮詢會 對社會公眾展開了廣泛的諮詢 新娘走訪了一些社區 了解居民對施政報告的期待 未來這份施政報告 都應該要接觸到不同 民生方面地區方面的問題 有些大廈就會塌碎 因為可能日久失收 希望特首可以給予多一些措施 去幫助我們不同的大廈 做好一些大維修的工作 這些地區的問題 包括可能是冷氣機滴水 又或者是流程之間滲水 希望未來施政報告 能夠確切改善這些問題 讓我們的民生能夠越來越好 我認為由於疫情的關係 香港的經濟不太好 很多年輕人不要說是創業 甚至有時候找工作也不太簡單 可能有很多大學生 他們很有才華 但是迫於無來 沒有工作做 要在家裡浪費他們的才華 對比起大灣區 我覺得香港的 給青少年的機會 創業機會 不是那麼多 對想住在香港的市民 不是那麼友善 就是想在香港發展 政府在這方面做多些 給多些機會 有才華的年輕人 其實我自己是有兩個小朋友 一個是九月份準備升小三 小的一個是準備升小一 照顧上高都很不容易 學同學生在七點鐘上班 六點鐘才收工回家 小朋友的課學時間 其實是三點半 三點半到六點 這段時間 我們就要找北塔社 到處附近找 都挺頭痛的 很難得找到一間很適合的 我之前看私地報告說 有機會支援一下這方面 校童和學校要學管 對於我們的家長 是更加放心的 因為學校始終有一定的信任 還有老師會更加了解 小朋友的情況 街道的問題 那些垃圾 執筑也還有 那你可不可以私政報告 跟他們說聲 要是你加重罰款 我們住附近 建築廢料 丟到整個街上 這個上環磅行 已經放了幾天 都沒有人去聽 沒有人去吃 那他們又不收拾 又不收拾 是不是要每次打電話 去報給你們聽 食環廚聽 你們才來收拾 那這裏就是磅行 和普慶坊的交界位 其實大家可以見到 這裏有些碩士 有些磚 有些紙皮 其實這個位 經常會有很多建築廢料 就放在這裏 那些人做完工程 就把建築廢料放在這裏 因為其實食環的清潔工 其實他們就不清 那他們也不願意搬去這個垃圾站 那之前也有試過有些竹棚 甚至是幾十個車胎 這樣塌了在這裏 可能是一個月的時間 都是沒有人去清 那就變成了一個黑點 那其實我覺得政府 可以好像以前那樣 有些檢控 那知道之前因為有些原因 我們很多閉路電視的位置都取消了 但是現在 是不是應該要安裝一些閉路電視 做好我們的社區呢 那我覺得這個是值得政府去知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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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